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 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邱振宏谈健康 今天我们要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 他就是问我说 邱医师,你曾说过 适度的轻断食有助于减肥 那么请问增肌的时候可以断食吗? 增肌就是要增加肌肉量 这个时候可不可以断食 邱医师以前曾经跟大家讲过 轻断食不会耗损你的肌肉量 那么不管是隔日清断食 或者是午二清断食 只要挨饿的时间不要超过24小时 蛋白质不会燃烧 那么清断食日 当然你吃的内容要调整 举例来说 如果你清断食日一天只吃两餐 那么在这两餐当中 大概就不吃碳水化物 例如说米饭面食 这些主食类的东西就不要吃 那么蔬菜高鲜的水果可以吃一点点 但是蛋白质要适度的增加 包括植物蛋白 包括动物蛋白 豆鱼肉蛋白都可以吃 那么喝的东西能以白开水为主 当然如果白开水喝不下 你也可以喝无糖的绿茶 或者是无糖的黑咖啡 这样子一天下来 男生的总热量控制在600大卡左右 女生的总热量控制在500大卡左右 就可以很明显达到减少体重 降低腰围 降低体脂率 同时呢 把BMI也很明显的可以把它降下来 但是如果说你要增肌 这个时候 你就要做另一种思考 我们知道要增加肌肉量 那就表示说 肌肉必须要有蛋白质的合成 你才会增肌 增加肌肉量 那么肌肉当中蛋白质要合成 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 肌肉必须有伸展的刺激 第二个就是必须要有胰岛素的分泌 当然第三个 你本身一定要足够的氨基酸嘛 才能够提供原料 来合成你的鸡蛋白 对吧 那么肌肉的伸展刺激 你一定可以想得到嘛 就是要运动 利用阻力运动来强力刺激我们的肌肉 造成轻微的损伤之后 再让它有修复的这个过程 鸡蛋白才会增加 鸡蛋白要合成 除了肌肉的刺激以外 它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胰岛素的分泌 因为胰岛素一旦分泌的时候 这个氨基酸就有机会 运到肌肉组织当中 合成新的蛋白水 什么时候会有胰岛素的分泌呢 这个时候当然是要有碳水化合物嘛 你吃了碳水化合物以后 葡萄糖上升了 血糖上升了 这个时候 胰脏才会分泌胰岛素 去把血糖稳定下来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有碳水化合物 那刚刚大家有没有听到 我们清断时日 是尽量不要吃碳水化合物的 在清断时日 你的肌肉合成 大概不太容易达到你的要求 可是 清断时日以外的时间 我们可以正常吃 那么这个时候 增加你的运动 对肌肉的刺激 在正常的饮食 均衡的营养素的摄取之下 胰岛素就会分泌 那这样的话呢 排除清断时日的这种减重的这个效果以外 清断时日以外的时间 你就可以啊 让自己有机会去增肌 增加肌肉蛋白质的合成 所以我今天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就说 清断时日 说实在的是不适合增肌的这个要求的 但是清断时日以外的时间 你就均衡的饮食 这个均衡的摄取各种营养素 再加上肌肉的断铃跟刺激 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你增肌的要求了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分享 按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讯息 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回见 拜拜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